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查封财产是对债权人的一种保护措施 如果双方协商好了 房产汽车存款会被解冻 虽然如此 当查封财产和王思聪联系在一起 还是让围观者感到了不适应 如果说此前两次传出了限制高消费 令人看到了王思聪的某种无奈 那么今天 当房产汽车存款被查封 谁都能够得出结论 王思聪的处境实在有点不妙 奇怪的是 对这些沸沸沸沸的热搜 王思聪再也没有了此前的高调 不再回应 更奇怪的是 虽然负债上益 但相比家族的巨大财产 还是不值得一提 为什么王建林不救他呢 原因无非三种 一是赛权关系太复杂 二是王建林想考验儿子应对危机的能力 最严重的一种是 像外界猜测的那样 王建林最近可能也力不从心 第三种可能性我觉得不大 但只是前两种原因也足够酌心 你总以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 有钱人的快乐你根本想象不到 但揪心的真相是 这个世界上让人顺风顺水的 让人一直拥有高光时刻的 永远不只是钱 有钱人也会很难 他们的世界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上个月 西梦瑶长子的消息刷爆了朋友圈 嫁落豪门又顺利伸下了南海 算是让锦上添花 但在她老公和穷军发出长篇图文后 西梦瑶瞬间成了全网同情的人 细心的网友发现 这几段话一共492个字 给西梦瑶和孩子的只有203个字 感谢赌完父亲的却多达289个字 一开始何穷军就说 这是我们家族的大喜讯 喜讯当然没错 但动辄上升到家族的高度 就有些无畏达成了 何穷军还一再强调 这是自己父亲的头孙 父亲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我们家终于有了第五代的男丁了 理解利益足够平庸的人也能看出 何穷军并不在乎妻子生产的辛苦 他高兴的是 在这个庞大的家族里 自己终于成为头孙的父亲了 因为这个巨大的筹码 在以后的家族财产争夺中 自己胜出的机会有多了几分 至于西梦瑶 则成了心照不炫的长子机器 生下长孙的男孩尚且如此 无法去想象 假如西梦瑶生下的是女婴 何穷军的反应会是如何 她又会有怎样的命运呢 三毛说 世上的喜剧不需要金钱就能产生 世上的悲剧 大半和金钱脱不了关系 是的 金钱里也包含着悲剧 豪门里也有傲慢和偏见 只是有些时候 她被大别墅和各种奢侈品包裹起来 你看不到 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观察过 自己身边的有成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同学中现在最有闲的 是一家创业公司的老板 在广州的公司里 有几百号员工 年流水早已故意 利润每年上千万 去年和她一起出了探远门 却让我大吃一惊 她背的是最普通的旅行包 全身的衣服加起来不到五百块 一路上她住一两百块的宾馆 至于吃饭 基本在大排档解决 看我不解 她笑了 真不是庄 我每天一睁眼 就是几十万的支出 现在哪有享受的资格 突然就懂了她 其实又何止是她 那些看起来很牛逼的人 又多少不是一直在苦逼着呢 马化腾凌晨四点看产品 马云年飞行一千小时 任正非七十多岁了还没有退休 网络上曾经流行一句话 别人原理你是老板 只有自己知道在当孙子 可能有些夸张 但那些看起来富有人的背后 又有几个 能正身多到心意弄马呢 他们都有你不知道的崩溃时刻 他们挺住才有了全部 才有你看到的云淡风情 我一直很反感 用有没有钱去评判一个人 之所以指这么多例子 只是想一个词 匹配度 比钱更重要的是你和财富的匹配度 真正的有钱 却不是指你拥有多少钱 而是你能够驾驭多少钱 钱是有温度的 但如果你缺乏对他的支配能力 结果可能出人意外 就算你拥有父辈创造的惊人财富 如果缺乏足够的力量 他们也可能让你随时陷入酒精 那些嫁入豪门的女人 也不总是幸福的 因为则有他们生活的 还有太多东西 你总不轻易松懈 一直合理支配 利用身边的财富 才能活出真正的云淡风轻 王尔德说过一句 广泛流传的话 年轻的时候 我以为钱就是一切 现在老了 才知道确实如此 这句话听起来 让人心愁澎湃 但多数人都理解错了 他的含义 为什么 到了老 才会知道钱的好处呢 是因为你经历了许多事 见过无数的人 终于知道了 聪明的人 绝不会只追逐钱 他会让自己变得独立 而强大 善良 才有温度 当你得足以配财 你拥有财富或金钱后 才会拥有更多的选择的自由 钱才是真正的一切 所以在王思聪房产汽车 存款被查封这件事上 真的不用幸灾了货 毕竟用网友的话说 他就算被查封了 百分之九十九的财产 也比你富 在这个世界上 有钱并不总代表好运 没钱也不可耻 真正可耻的是 你装着清高的名义 对震荡的赚钱不屑一顾 让家人陪你过糟糕的日子 同样可耻的是 你拥有了足够多的金钱 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 这仍然停留在十年前 希望在限制高消费 和查封财产事件后 王思聪能尽快还债 在挫折中收获教训 尽快站起来 而你应该更努力 让你爱的人过得更好 毕竹敏说 这个世界不属于有钱人 不属于有钱人 属于有心人 这个世界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能用钱解决 有钱也不会总诸实顺遂 剩下的那些 可能需要更多的眼光 勤奋 热情 善良与运气 最值钱的人不是其他 永远是你自己 我希望吃的东西你都有 在阅读完几个文章的最后呢 小花其实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有钱人的问题 因为我以前的职业 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太知道 我以前的职业是高级投资顾问 我是负责跟客户 谈论基金 股票 期货 还有包括一些资产配置的 产品的投资的部分 接受过还蛮多的有钱人 就是真真正的有钱人 他是在 据我观察下来的部分是 真的真的有钱人 他们是在公司的业务上 他一定会很有 独当一面的状况 还有就是 他会呈现出一副 他非常的 怎么说呢 这个好像又什么词情文 都不太对 只能说 有一次偶然间的时候 我跟我父亲去拜访了一个 算是蛮有钱的人 因为他的公司是在新加坡上市的 然后是在全州的部分 他在接待我父亲的时候 派出了车 安排的接待的地方 是蛮福利堂皇的 然后 还蛮有档次的部分 可是因为聊完之后 就是聊完工作之后的事情 当然有安排吃饭了 因为聊完工作之后的事情 然后大家就会吃饭 老板就立马换下 换下身上所有的衬衫 什么之类的 就变成穿成很修行的T恤 然后身上所有装扮都脱掉 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人 像台湾的一些 大家都会穿蓝白拖 因为蓝白拖质量相当的好 他就有点像 就穿那个30块钱台币的蓝白拖的老板 然后走在路上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是有钱人 那跟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呢 找到一个渔村 然后是一个非常非常简朴的地方 然后好奇 其实就有问说 你为什么在工作的时候是一个样子 在生活的时候是一个样子 因为他觉得生活就是应该有生活的样子 工作就是应该有工作的样子 他不应该混为一谈 甚至在我见过的很多 我接待的客户当中 非常非常多人 他们看起来就是非常没有钱 非常非常的朴素的那一种状态 身上没有过多的经营手势 也没有什么名表 看来也不是名车 可是到我们这个公司来办理所有的业务的时候 小至几十万 上至几千万的非常多 你从他的装扮单中 完全看不出他是一副有钱人的样子 所以 这个文章如果真正正正说 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感想 我觉得见仁见智吧 只能说 像文章中说的 这个世界上让人顺风顺水的 让人一直拥有高高时刻 永远不只是钱 有钱真是好事 但是没有钱 是万万不能的 那只能说大家要努力的工作了 希望今天文章和分享 对你有帮助 那么明天追悟大家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